我们来看这道题 对于跨考的同学来说 可能会比较容易混淆的是死循环和死索这两个概念 我们来看一下它没有什么区别 死循环的进程 它依然是在使用处理器资源的 比如说我们在写一个程序的时候 就直接写一个while循环 而while循环的括号里边 一般是要填一个循环的一个条件的 如果这个条件我们直接填成1或者填true 那么这个while循环就会一直循环下去 这种循环就可以被称作为死循环 而这个循环每一次被执行的时候 其实它都需要处理器资源的一个处理 因此它是一直在使用处理器资源的 而对于死索状态的进程来说 这些进程是由于等待彼此 也就是其他进程所占有的资源 而导致了一个阻塞的状态 如果没有外力作用的话 这个阻塞状态会一直保持下去 而我们知道处于阻塞态的进程 是不可能使用到处理器资源的 因此 因此这个死索和死循环的一个区别是 死循环可以使用处理器资源 而死索是不可能使用处理器资源 第二个 对于死循环来说 只要有一个进程 比如说刚才我们所提到的 写一个while true这样的一个循环 那么它就有可能出现死循环 只要一个进程就可以出现 而对于死索来说 由于它们是需要循环等待的 所以一定要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进程 才有可能死索 所以这是它们的另外一个区别 当然死循环和死索 它本身就不是同一个维度上的两个概念 所以它们两个的区别也不止于此 如果还需要详细理解的话 大家可以下去自己再查询一下 总之这就是跨考的同学稍微注意一下 反正通过刚才的这一系列的对比 我们发现其实死循环 它并不是导致死索的一个原因 死循环可以使用处理器 而如果死索的话 它不可以使用处理器 所以B选项在这个地方可以排除 而D选项说的共享型设备 其实是指宏观上 它们可以各个进程 可以同时访问的设备 但是微观上抗 各个进程其实是交替访问的 这个地方其实有没有发现 是比较类似于并发的概念 比如说我们的主存 就是一种共享型的设备 而共享型设备 其实可以不严谨的说 它其实就是 护斥型的设备的一个反义词 比如说打印机 它是需要护斥访问的 那它的反义词 其实就是共享型的设备 而共享型的设备既然不具备护斥访问的这样一个要求 那么也就是说它并不满足死索 死索的四个必要条件当中的护斥条件 所以共享型的设备当然也不会导致死索 而A选项进程释放资源 这个很显然 当然不可能导致死索 只有一个进程在申请并且等待一个资源的时候 才有可能导致死索的发生 所以A选项也可以很容易就可以排除 而C选项说 多个进程竞争资源出现了循环等待 这个循环等待刚好就是我们思索四个必要条件之一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就有可能导致死索 当然出现了循环等待 不一定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出现死索 只是出现了这种情况 就有可能导致死索 所以这个题目答案选C 好的那么这道题箱也结束